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被中国病毒集中 现在已确证 特朗普夫人和特朗普总统已经分别给你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我们现在往回走下雨啊 圆满达到中国的目标 拿下美国总统特朗普 现在是不仅是国仇 家恨一起算 中国人逃掉吗 中国人能逃脱吗 中国共产党能过关吗 现在是家仇国恨 中国病毒战争攻击美国 攻击全世界 一个一个伟大的西方人 这道北宫 这道白宫 这道国会 拿下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这一仗该怎么算 中国共产党 你准备好了吗 中国共产党人 你逃得掉吗 中国支持共产党 支持共产党的中国人 海外侨民 你逃得掉吗 我们要感谢白人 家仇国恨 一起算 中美一旦开战 一旦发生战争 中国人一定会进移民监狱 中国人这个问题 你是逃不掉的 这一节是过不了的 家仇国恨 怎么过 中国人 你们自己想一想 能放过你吗 美国人放过你吗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中国在世界上是人人喊导 全世界是中国的敌人